感谢主,我是新生义区的周一新弟兄 今天啊,我就是感觉的真是神手无说不知啊 因为最近那个疫情的时间啊,难免我们都是比较松赏啊 发生话比较松赏,也比较有点自然有点软弱啊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只感觉的还比较软弱 能上网就上网了,就飘去了,这样子啊 那今天早上,我们看赵卫通知我们 今天的聚会也可以现场,也可以现上 那我就想,哎呀,我们这就在现上嘛 去了还换衣服呢,还干什么呢,我这家比较方便啊 我觉得你们这有点远落的 这个思想一来啊,后来啊,我姐妹感觉的,还是要去吧 很多人都去了,她会把你距离拉远一点啊什么 没有问题的了,我觉得好吧去嘛 那我就一直去了,但是我在神前做的 那你距离拉远的时候,她无所不知 更有一点,我来这里,我就坐到这个位置上面 哎,后来呢,朱英丹弟兄跑来了,突然跑来了,我不知道啊 是谁叫她来的,她想到我有点远落 哎,朱英丹弟兄啊,今天晚上要你去交通一下 就是关于真理的课程里面,你要交通一下 哎,我说不行了,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啊 这个时候,神就立刻跟我走的 到神面前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啊,你想什么就讲什么就好啊 阿们啊,阿们啊,讲什么就好啊,我讲阿们啊,我就来了 我这样就来了,神叫我来的,我们不能联络 联络是神知道,神自然会对付你,我是神的对付 这个对付不是好的,对我可能是好的,可是我感觉这个有神的存存 真的有神的存存,所以我们基督姐妹,我们年长基督姐妹 我们都几十年活下来了,跟时到现在为止了,不能远落 要信靠主,我们要信靠主在这一条快乐,幸福,遥远的路 阿们啊,今天这个主题呢,我也没有,我成为这个 根据我过去啊,这个都记得啊,我感觉的真理是真的很重要 我们以前有没有读过这个主恢复的四大支柱什么东西啊 阿们啊,恢复四大支柱,你弟兄说的 第一个就是真理,这个不需要读了,这个我们就千万别读过了 要真理,所以真理重要,因为你认识真理,真理就是神自己 阿们啊,你认识神,你认识祂的真理,认识祂的话 你就得到神性的生命,你的生命啊,来自神的生命 你华为对你的生命,这个生命就进了你们的脸了 阿们啊,你有了神的生命以后呢,怎么样,大家一起爱神 大家都神的话,讲神的话,自然教会就成神了 照会神的,照会在神的生命里面,尝识了照会,对不对 那有了照会,有了照会,有了做什么呢?不是来,不是在照会来 大概都是你一家就好了,在做的什么呢? 照会的功能就是要你传养福音,我们今天照会就是要传养福音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传养福音,不是来聚会,你来聚会就好了 你聚会只有你个人的享受,可能你个人的享受 我们正丽养福音,我们读成养福音,很多,真的很好 谁能够写这个成养福音,真不简单,这么多的圣经拉在一起 一条路,要我们一条路怎么走的,真的不简单 可是呢,我们都是为止,我们有没有传福音 那我们告诉照会,我们人数增加的也不过理想 事实是这样子,所以传福音最重要的 那传福音是什么呢?传福音需要真理,真理还最重要的 所以,真理成生命,生命成生造会 照会要传福音,传福音你需要真理,所以我们还是要真理 那真理就是世界,真的就是神自己 那真理,那真理呢,我们传福音的真理啊,要不要很高的真理啊 真理也有一般的真理,基础的真理,还有这个,进一步的追求的更高的追求的这个真理 像我们成一世言就是很高的真理,对不对?很高的真理 当然我们传福音呢,有的地方当然是很好 可是我们最基本的,我们那个真理啊,就是神 我们要知道,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造会 认识神,认识神造会,认识神造会,认识神造会 认识神造会,为什么要传福音,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读了我们这本书以后呢,他讲的要加聚会 对,要重视,传福音,要传,传了代人得救以后,要什么呀 加聚会认识神造会认识神造会 所以我现在,年底的时候,我带了两个人得救 那我就在加聚会,一直实施加聚会 在家里面,来带他更得救,更有信心,跟我的教会里面 我的意思就是,先要不要让他认识,什么是圣经 圣经怎么来的,然后要说什么呢 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圣经里面,他给我们讲的很多东西 那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教会 就是我们信信神有教会 所以最主要的一点呢,我们要了解了基本的证明 四点,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有经典 在传福音这基本的方法,什么东西 第一个,你要认识神创造 你传福音用了一条两条 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你要知道神是创造 有独一的神,我们是神创造的 你不要给他多解释 多解释不清楚的,对不对 圣福音就是神创造 那谁创造的话呢 什么呢,神被破坏了 神破坏了,神被圣经破坏了 那你大家稍微谈一下,一天人的事情 稍微谈一下,不要谈太多 人破坏了 那人破坏了 你看现在我们社会是不是很破坏 你看在美国人打仗了 但人都听说,神破坏得很厉害 人堕落得很厉害 事实上现在是不是堕落得很厉害 你没感觉到现在社会堕落 对不对 堕落了 那怎么办呢 堕落了以后呢 那神就要成为露体 神要成为露体 拆解他的儿子成为露体 成为人 来传扬福音来教导我们 使我们恢复以前呢 神做我们人的故地 就是要展现神 见着神的福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成为露体 那成为露体 怎么要成为露体 做什么用呢 分刺 他是要把他的儿子 钉死架 圣经一个成为死神的名 进到我们里面 分刺到我们里面 我们的生命 才有神的生命 教导我们 行事为人可以做什么 神不应该怎么传 一切一切 都是在这个 成为露体 以后 分刺生命 进到我们里面 就自身名 在我们做的 阿们 我们现在每个人 基督姐妹 你心里面都有自身名 在你里面 阿们 我们天天天 所以早上进来 就要孤祝祖 道祝祖 好 原来是充满 我们支持我们充满 灵力充满 然后我们再有信心 去串牙乌婴 大人就救了 原来在家里面 乌养他们 这是最终的 所以今天啊 突然一会儿 好 那我感觉呢 就这一点 我们年纪月了 好 我们暂时时间不久了 我的同学 四分之三分 都死架了 都死架了 都不要到哪里去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大家一个体会了 我们暂时也就不躲了 我们要赶快走神明 走主见路 赶快走人路 他有有名的生命 事业我们 我们是白白的二天知道的 所以我们要去认识神明 要采养不赢 大人就救了 不要咱们 我们要加聚会 感谢神明主 阿们